2023年1月20日 广州市GDP终于出炉 总共有28,839.00亿元 这一数字相较前一日 重庆市披露的29,129.03亿元列迅一筹 两座城市GDP相差290.03亿元 重庆的经济总量也首次超越广州 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2年 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28,839.00亿元 同比增长1.0% 重庆经济增长是投讯猛 1月13日 重庆市市长胡恒华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过去5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从2017年的2.01万亿元 增加到2.9万亿元以上 1月19日 2022年 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披露 2022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9,129.03亿元 以上年增长2.6% 人均GDP达到90,663元 同比增长2.5% 近年来 广州频频面对重庆挑战 GDP第四城之争陷入胶折 2021年 广州 GDP总量为2.82万亿元 位列中国城市GDP排行榜第四名 同期前三甲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和深圳市 GDP分别为4.32万亿、4.03万亿和3.07万亿元 当年 重庆GDP为2.79万亿元 与广州的差距仅为300亿元 位列全国第五 根据两地统计区数据 2022年前三季度 重庆市GDP总量为2.08万亿元 列高于广州市的2.07万亿元 差距仅为100亿元左右 不过需注意的是 与岁两市经济运行状况差异性较大 首先 由于重庆市国土面积是广州市的9倍 广州的经济密度显然远高于重庆 其次 广州的第三产业更成熟、更发达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 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611.4亿元 同期 重庆这一数字为15423.12亿元 重庆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到广州的四分之三 第三 2022年 广州第一产业增加值仅为318.31亿元 重庆则达到2012.05亿元 既证明重庆有能力向本地市场供应更为丰富的农产品 同时也说明重庆总体城镇化率相对广州有较大差距 从经济圈来看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在2022年表现亮眼 除了重庆 GDP首朝广州 成都也顺利积深2万亿俱乐部 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和苏州 据四川日报报道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盛义表示 成都经济总量卖过2万亿元大关 其意义既是多重的 也是举足轻重的 随着成都入局 中国城市经济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幻化 7个GDP过2万亿的城市中 一个来自京经济 两个来自长三角 两个来自珠三角 两个来自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这说明 东南西北四大国家及城市群 四组典力的格局已然形成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第四级 与此同时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双核引领格局进一步奠定 时间拨回三年前 2020年1月3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 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021年10月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样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更是将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列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三年时间 经济圈建设城下显著 2021年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GDP 7.4万亿元 增速8.5% 占全国比重由2019年的6.3% 提升至6.5% 两年年均增长6.2% 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 重庆汇同四川大力实施 成余中线高铁等160个重大项目 株台科技创新中心 金融中心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方案 311项穿余通办事项 43项便捷生活举措 让两地关系更加紧密 亚运会后 广州各方面开始慢了下来 巨额负债透支了广州公共服务和产业扶持支出 城市发展战略三年一大变 一年一小变 摇摆不定距离换散 腾龙换鸟产业转移 把大批工业转移出去 却没有如愿升级到高端制造 且以为第三产业比重高可以比肩纽约 伦敦而沾沾自喜 不曾想别人的第三产业是国际金融等高端服务 而广州是大量批发零售商贸 广州那些年出来换欠下的账是要还的 GDP被赶超被大幅砍掉 网上议论广州跌出一线城市 等等 莫过于此 有目共睹 广州GDP从全国排名第三跌落到第四 广州一般财政收入从第五跌落到第八 宝街、网易核心部门玻璃北上、恒大总部出走南下 广州资金总量、领军企业、新经济指标等与北上升差距越来越大 与追兵差距却越来越少甚至被追上 广州工资待遇和房价更不用说 已经完全跟不上一线城市的步伐 同一岗位的工资普遍比深圳少1.5到2倍 房价更是只有北上升的一半 这当然对广大市民是好事 但是也侧面反映了全国的金融资本和高净值人士 这些高附加值生产要素没有选择广州 他们更愿意去北上升 每年吸引的人口数乍一看还不少 其实除了大量考进广州读大学而落户的学生之外 剩下的要不是房价问题 年轻人谁不愿意去隔壁更高工资 更多机会的深圳 只不过退而求其次 好歹是个一线城市 这次GDP数据出来 大家尤其关注广州与重庆之间的比较 关心重庆是否会取代广州成为北上升于第四城 的确 广州GDP仅仅领先23亿 对于一个2万亿体量的城市 这点优势简直就是毛毛雨 打个喷嚏就可能被追上了 我觉得重庆GDP总量追上广州很有可能 首先重庆是一个省规模的人口和面积 3100万常住人口是广州的两倍 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广州的10.6倍 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速度 重庆GDP总量追上广州就是时间的问题 甚至以后追上深圳也大有可能 就好比凭着地带人多 中国GDP十年前就超过英法德日 印度也有这一趋势了 但并不意味中印就比他们发达 因为从各项指标来看 抛去政治地位不说 广州的经济、文化、科技、医疗教育、企业发展等等 都基本形成了对重庆的碾压优势 对重庆的碾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